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太海域的行动也越来越频繁 特别是各种军事演习可谓相当频繁 据报道 美军目前已在这一海域悄然集结了四支航母战斗群 其中包括60多架各种轰炸机 也均已刮弹 以严重威胁该地区安全局势 美国军队则自认为这一行为加强了与盟国的联系 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 该地区的不稳定反而加剧了 不久前 美军再次启动军演模式 以世界染疫之后 美军航母第一次在这片海域出现 由此也可以看出 美军在这一地区的确是非常在意的 部署部队驻扎亚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增援的过程 自从美军开始实施印太再平衡战略以来 美军计划在亚太部署60%的军舰和兵力 覆盖32个国家和20个地区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视和军事投入由来已久 尤其是近几年来 其全球军事战略显示出将重点和投放在亚太地区的趋势 由于认识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作用 美国在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方向上可以指挥五个航母打击群 将近1100架飞机 现在基本上都集中在西泰的三个岛链地区 与此同时 美军还显露出加强亚洲地区军演和航行自由行动的决心 频繁地在该地区出现无底洞的存在 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不容忽视 除四艘航母舰艇外 美军还十分重视其他四个方面战略部署 据报道 光是舰载机就有300多架 海军陆战队也有16000多人 另外 美军在此海域部署的轰炸机也开始进入准备状态 就美军的兵力分布态势而言 围绕西太平洋三大岛链展开 针对的对象一目了然 基本上构成了包围态势 骨子里就是想谋夺印太地区霸权 他们自语拥有不对称的军事优势 以所谓结盟的岛屿为锁 以所谓的自由航行为链 在该地区不断制造借口和麻烦 使各国生乱 一年中的各种军事演习可达近白场 为了获取不当利益 美国死守着冷战思维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成为常态 只要一天不放弃霸权思维 全球极有在有战争边缘徘徊之忧 即使可能擦枪走火 作为回应 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面对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美国强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随着压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步 也不必放大美军的威胁 近几年 美军开始将试含兵力调往关岛集市证明 美军准备轰炸美国领土 金西南炸个事实 南海战略台市赶知微博账号30日发布消息称 7月28日 卫星在沿美群岛西北方向的东海 发现美海军里根号航母正向南航行 雷根号7月4日 17日 分别在南海参加了两次双航母演习 离开南海后 随即与日号在菲律宾举行了三边军事演习 7月28日 雷根号航母被发现在东海航行 该卫博账号同事的任意消息称 30日凌晨40时许 美空军一架RC-13S电子侦察机从冲城起飞 该机型主要负责收集单道导弹信号特征以及通信情报 上午8时许 美空军一架KC-135R加油机在东海活动 推测RC-13S前往东海进行了侦察 上午10时许 美陆军一架RC-12P前往黄海侦察 主持人说 7月26日 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的P-8黑海上巡逻机 突然现身东海对我国展开抵近侦察活动 在此期间 该机距离福建海汉最近时仅有76公里 另据报道 当天 美海军还派出拉菲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 到同一海域活动 据上海海汉仅100海里 7月份以来 美军舰机在中国周边的抵近侦察活动 可以用近乎疯狂来形容 对此 您怎么看? 金一南说 在上世纪50年代 60年代 我们的防空力量比较数的时候 美军甚至会进入中国领空 现在美军战机离我方海汉76公里 它并没有竖清我们的领空 我国从2013年华社东海防空识别区 要求凡是进入这个空域的各国飞行器 提前要向我国申报飞行计划 飞行目的 对方是路过没问题 是侦察 那就不可以 很明显 这次美P8黑海上巡逻机 飞进来没有申报 我们要采取两种方式 第一 对方飞机要起飞 我们要跟踪监视 第二 对方飞机可能不起飞 但是我方雷达要照射它 全程跟踪它 距离我们这么近 它所透露的是国际霸权主义的嚣张 这种嚣张气炎是一定要把它打下去的 我们一定要寻找机会让它的嚣张气炎得以收敛 很显然 这架P8黑海上巡逻机并不是路过东海 而是专为搜集我国沿海电子情报信息而来 从它距离福建海岸仅76公里来看 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打台海的主意 金一南说 P8黑电子侦察机和以前的光学侦察不同 以前 休黑那种老间谍飞机通过光学摄影照相成像 它不是 P8黑电子侦察机主要收集我们的电子信号 包括军用雷达的频率 军用电台的频率和手机的信息 它能下载大量的手机信息 然后对其进行分解 凡是带有辐射信号的它都能够收集 范围很大 现在正是美国国力比较数的时候 因为军队内部缺诊了大量的新冠病例 前不久出现了航母真空旗 虽然美军最近以打中脸冲胖子的方式又宣扬 三艘航母同时在亚太出现了 但是目前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困扰还是很厉害的 对民间社会和军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担心大陆会不会借机动物 因此它这段时期肯定会对我方沿海进行缜密的侦察 通过侦察 它再判断下一步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它的评估做这样的技术准备 另外 美军侦察机靠得比较近 毫无疑问是一种恶意挑衅行为 所以 它靠这么近的时候 我们完全有必要实施伴飞 跟踪监视 我必须往外挤你 让你离我远一些 这是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时 应该考虑的一个选项 美军在台海兴风作浪的同时 美国政客们也忙着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抹黑核攻击 近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浩发推特称 南海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 中国违反国际法 此外 它还敦促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 所谓南海自由航行行动 美国不断拉着自己的小兄弟在南海搅洪水 到底想要干什么 金一南说 南海的形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由于美国兴风作浪 所以有些盟友不得不跟随 比如英国 英国准备派出航母过来转一转 包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趋势 但是我们讲 英国有几艘军舰 能跨越重洋过来着实 没几艘 澳大利亚海军更不得一提 所以其实海上力量就是美国 美国的海上力量在东亚地区 包括日本横须贺基地 在新加坡张乙基地 在冲绳的驻博 兵力的赋予量并不是很大 所以它要求别的国家都过来一起参与 从这点看有点色力内忍 表面上架势拉得很大 实际上可用的招数并不是很多 另一方面 美国特别需要凭借虚张声势 挑起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博得选民支持 就是美国发出战争威胁 但又不付诸行动 它也没有损失 然后诸素民族主义 让拥护美国的人更多 让大家看它对中国有多强硬 美国就是这样想的 但美国也知道 这是在玩火 这种玩法玩到最后 容易烧到自己的手 拉着这种玩法玩到最后